您之前的课里面还有一个讲到了一个 您总结说是三想三不想 您能不能在这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什么三想什么三不想呢 对三想三不想 它这个佛教里面 它不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表准的用词 佛教里面不会这样子讲 这是佛教里面 但是佛教里面有这个意思 我就为了大家方便积 方便积 所以就把它归纳为三想 然后就三不想 特别好特别容易挤 对这样子以后三想三不想 三想首先是要临终的时候 首先必须要想到菩提心 首先是要想到菩提心 就是要想到我这一次 比如说我从无事以来到这一次 就是无数个生死轮回 每一次都没有做到什么有意义的 那是因为我没有菩提心 就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照相 所以我每一次每一次每一次都是两手空空的离开 就是一无所有这样子导致这个局面 那现在我一定要发菩提心 我在菩提心的状态当中往生 这样子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要想到菩提心 第二要想到这个佛 菩萨比如说阿弥陀佛 或者是观世音菩萨 都可以的 佛菩萨观 本尊 以及自己的上师 这个时候要祈祷 然后观想 也有比如说 菩萨法的时候 也有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自己观想为一个 把自己的衣食 观想为一个子 比如说藏文里面的阿 这个字 阿子 对 然后把这个阿子 就是融入到 废到佛 菩萨或者上师的心见 心口 然后佛和菩萨或者上师 把我带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等等 有这样子的这个修法 所以就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想到这个 佛 菩萨 上师 以及这些修法 这是这个 第二 首先要想到这个菩提心 然后第二就是想到这个佛菩萨 第三的话 如果是一个学密法的人 如果是一个学密法的人的话 那就要知道这个 我身体本来跟这个佛菩萨是遗体的 遗体 只不过我目前还没有把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境界 或者我没有认识到 可以这么讲 我还没有认识到 如果实际上我如果认识到的话 那我的身体本来就是这个佛的坦诚 当然这个是学密的人才可以这样子 那如果暂时还没有学密的话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 我有佛心就可以了 这叫做三香 然后三不香呢 就是这个临终的时候 对比如说对家人 对我们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榴莲 捐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对一定会走不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回头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一心想你自己怎么做 就要去想这个事情 不要回头 我的房子 我的积蓄 等等等等 这个是这个时候是已经没有勇了 不要去想 然后呢 家里人 那这个时候也帮不上 帮不上 那也就不要去 不要去想他们 不要去榴莲 我走了以后 他们总是会有办法自己活下去的 也这个是不需要去这个太多的这个担忧 对对 不要担忧 那我自己走好 如果我走得好的话 我成就了 比如说在中阴 或者是什么时候我成就了 那我就可以就更好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机会还要有的是 所以我现在去这个榴莲 这是没有勇的 只能让我自己走不好 没有其他的这个意义 所以这时候我暂时不要去想他们 这也不等于我放弃了这个家人 或者是放弃了这个终生 那当我在这个时候我不要去想 我现在我要去 我要去想我自己怎么走 这个是第一个 不要去想这个家人和这个这个采餐 这些世俗的这些就不能去想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的话呢 这个平时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追过 先是的 或者是上一世的 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来看 然后必须要有这个后悔 内疚 还有这个恐惧 这些都有着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它这个 才会去忏悔 对 忏悔了以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忏悔的话 就能够忏悔得很清净 很干净 这样子 但是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呢 就不要去想自己的这些追过 我造了太多太多的追过 那我一定会夺地狱的 我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不要去想 这个自己的这个 罪过 罪业 就唯一不能去想 是就是在这个时候 不要去想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多去想 我造的这些追过 然后一定要把它当一会时 一定要去忏悔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去想 一定要想 我没有造什么 没有造什么很严重的追业 这个追业 对 然后即使是造了一些追业 我也已经这个忏悔了 那现在应该是没有 没有太大问题了 就要这样子 就一定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这个时候是不能想 我太多太多追过 内疚啊 恐慌啊 这样子是一定会走不好的 会影响走的时候那个心态 是是是 这是第二个不想 然后 这个第三个不想呢 就是不要去想 这个死亡的这些空虚性 空虚的东西 我会不会死了以后 怎么怎么样啊 会不会中英生的时候 我会不会怎么样啊 都不要去想 都不要去 一定要有自信 一定要想到 我一定会走得好的 我有这么多的方法啊 我有这么多的这些非常非常好的这些 这些啊 这些啊 这些 这些方法 这些修法 我一定会走得好的 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的终生 他们都没有这样子的方法啊 都没有 那我都有这么多的方法 还这么恐慌 那别人怎么办啊 其他人怎么办 他们没有没有掌握任何的方法啊 那我有这么多的方法啊 我有这么多的方法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啊 就是要这样一切都要往好的方面向 这个时候必须要有积极的乐观的这个态度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的消极的悲观啊 这些只有走不好 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如果你要这个内疚啊什么 那这个值钱啊 就要就要就忏悔 对 全部做完 那这个时候就就不要有这些 那第三个叫做这个三不相 三不相 对 就是这样子 其实还是一个心态的调节 因为那个时候本身就有一点恐慌或恐惧 因为是一个还是虽然有准备 但是可能毕竟想不起来之前有经历过这一些了 所以有心态的调节还是很重要的 那些让自己恐惧的事情最好就不要想 对 让自己挂爱都不要想 对对对 这个时候第一个就不要乖 然后第二就不要空拘 第三个就是不要慌张 要单丁 要好好的走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 但这样子走 能这样子走是需要一点点功夫 要不然的话这个理论上都知道 但是可能还是会不行 还是平时的功夫得一下到了才行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啊 其实这个人的这个生死的问题呢 其实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的话 确实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自己可以掌握 但是这个掌握呢 不是这个就是就大难临头的时候去掌握 现在就做好准备一切事情都不就是这样子吗 比如说我们去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工作 拿到比较高一点的薪水都需要就二十年左右 十几年的这个学习啊 小学中学大学要下这么多的功夫 那那解决这个永久性的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 那可能需要下一点功夫才可以 更应该下功夫 对更需要的 对对对 是那刚才您说这个三想三不想 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三想的最后一个 可能是需要有这个学习密宗的这个人的基础 其他的都是大家都可以通用的吧 其他的都是通用的 然后第三个也是在显宗里面的也可以 我如果有菩提心的话 那也就一切都会变得很好的 不会有那么糟糕 我一定要以菩提心 菩提心陪伴着我 这样子的话我可以什么都不怕 所以就我死了以后呢 我会经历这些东西呢 但是呢也没问题 只要有菩提心就不会不会很糟糕 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这么想 所以没有学过谜的 那他也完全可以用这个三想三不想都用的上 对 只不过内容上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